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悉尼采用了AI智能捕捉摄像头 它可以轻松捕捉司机在开车过程中玩手机的画面 并提交给工作人员即使在夜间 在恶劣的天气条件和速度高达300公里 每小时也一样可以 据悉去年在整个10月份测试期间 有超过1万亿千名司机被抓拍到开车玩手机 他们将面临337美元 运河人民币2313元的罚款 以及克鲁芬的处罚 ACU Sources公司的董事董经理詹宁克 阿洛克斯林表示 自从我的朋友詹姆斯五年前被一位残疾 并且电话分心的司机害死以来 我一直强烈希望开发AI智能抓拍技术 来拯救生命分文编辑杨几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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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